谢谢您会讲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飞团的event现场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加拿大的推卸会 刚才很多华社的侨领前辈 还有各个同乡会和海南的老乡们也做了一些讲话 那我呢作为青海同乡会的代表 我的身份呢有一点小小的特殊 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位在海南呢 从小长大的一个作为海南是我第二故乡的一个人 那么我呢是12岁到的海南 我的父亲呢是作为早一辈就是最早到海南 就是建设海南的南下干部吧 所以呢我是从12岁开始就一直在海南长大 在青海呢生活了大概11年 在海南呢又长了10年 然后呢这个最终呢是从海南移民到了加拿大 那我到了加拿大也已经差不多19年了 所以呢加拿大应该是我这辈子已经生活最长的一个国家了 多伦多是我生活最久的一个城市 但是我对海南有非常深的感情 因为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包括我的最初的职场生涯的几年都是在海南的 所以我对海南呢有非常深的感情 那么海南呢我从12岁也就是89年海南建省就到了这个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那么一直目睹了它的发展和变迁 那我12岁刚到海南的时候海南是一个连就是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城市 海口是一个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城市 到现在海南可以说是从一个很很小很这个偏的一个小的省份 发展成了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经济特区 那么现在呢国家又有政策海南作为最大的自贸港 那么也承担了很多这种可以说是国家发展或者是历史的重任 那么去年呢2020年到2021年这一年呢 我恰好也在海南有机会在海南待了一年 那么也看到了海南在自贸港建设的政策的这个支持下呢 有很多大力的发展 不管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农业 这个尤其是稻田这一块 包括一些深海的渔业科技业 还有一些教育业 那么我本身呢在加拿大十多年是做教育这一块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加拿大有很多的优秀的大学和教育资源 我们也希望是将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跟海南 做一些高效的优质专业资源的对接 那么海南的这些老乡呢真的是活跃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精英 那么海南同乡会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也是尽可能的为海南的贡献 为海南的这个经济建设呢 包括这个后援呢做了一些贡献 包括在这个12年 我都没记错啊 12年威马逊台风的时候 海南同乡会也是非常积极的筹备了华社的这个 这个赈灾的善款 当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筹得了一笔不菲的善款呢 借回了海南 说明我们的海南老乡在加拿大呢 是非常热心海南家乡的建设 而且也是有非常有能力的 我希望呢这次海南的自贸港推介会 在加拿大的这个成功举办呢 能够感召更多的海南老乡们 能够为家乡的这个发展 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能够做一些资源上的对接和优势的互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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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